好 昨天大家都看到是陸製宗 好了 如果是的話 比賽就可以正式開始了 辯題我再重讀一次 就是 歐盟復蘇基金符合歐洲多國利益 正方為保安商務王少青中學 反方為英華孫 蔡區剛才都簡略介紹過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有請正方的主辯李偉雄同學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先下我示意 市米市米 請問清楚嗎 我可以開始的 好 我準備好 直至2040年的今日 歐盟有27個成員國 組成歐洲共同市場 當中有19個國家近是採用歐元作為統一貨幣 可惜的是新冠疫情導致歐洲多國經濟受到重創 就連意大利總理孔特都表示 新冠疫情在歐盟自二戰結束以來 所面臨最嚴峻的危機 因此如何從這個重創中復甦 就成為歐洲未來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評判 大家好 要公運地討論今天的變態 就必須明白到 歐盟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 所強調的不是成員國各自的福祉 而是歐洲作為整體而言 怎樣才能發展得更好 為及各個成員國 因為時至今日 歐盟有64個巴仙的貿易都來自成員國之間 故此正如德國總理默克爾所言 面對疫情的時候 保持團結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也只有這樣 歐洲經濟才能復甦 有見及此 歐盟理事會於7月21日達成協議 推出復甦基金 由歐盟代表各成員國發債融資 籌集7500億歐元 當中有3600億將以低息貸款形式 發放與受疫情重創的成員國 另外的398億質疑無償賬款方式發放 再搭配超過1萬億歐元的2021至2027年歐盟預算 一同協助各成員國進行逆後重建 以及由2021年起計劃未來歐洲經濟發展的財政藍圖 期望在2058年年底前 還清所有款項 並以不多於歐年每年總支出的7.5%還款 確保各國有足夠資源 在各方面進行復甦 而今天的衡量變題的準則 就是在於在現時面對日後重建的情況下 復甦基金能否讓各個成員國 以至歐盟整體盡快重回正軌 做到經濟復甦 我方正立變題 原因有二 第一 共同舉就是籌集資金 成為台灣綜合研究所長戴兆陽所言 日後要重振經濟就必須刺激內需 而關鍵就是在於必須要有資金 以成為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所言 部份歐洲國家特別是南歐國家 他們的信貸評級本身較低 難以以發債的方式去籌集足夠資金 支持復甦的工作 即使籌集得到 亦需要繳付極為高榮的利息 就例如受益情重創的國家意大利 信貸評級只得BBB減級 亦俗稱僅高於垃圾債一級 可見經濟教差的國家難以透過自行發債 來做到日後經濟復甦 反觀復甦基金最大的特點就是能夠共同舉債 令到信貸評級為AA級的歐盟 能夠以一個較便宜的利息借到較多的錢 再按照每一個成員國 日後重建需要的資源去分發 好使每個國家都能夠從疫情中走出來 重回正軌 我方的說法是 窮國固然能夠從當中受惠 但在單一市場的背景下 即使是富國也好 都能夠透過幫助窮國復甦 鞏固其內需市場 振興整個歐洲的經濟 長遠而言 都是有利自身的經濟發展 實為符合歐洲多國利益 第二 日後復甦重建未來 無論是無償贈款 還是低息貸款 都能夠幫助各國去做日後重建的工作 好使針對經濟受創程度較高的國家 好使意大利 西班牙 法國的無償贈款分別有 六百八十四億、五百七十二億 以及四百四十六億 受資助的承認過 所以定期向歐洲理事會提交報告及計劃 確保資金用途是用以復甦經濟 並符合歐盟未來的發展方向 否則有權終止援助 而這些援助金 亦會分配其他歐盟長遠發展的政策 例如Invest EU 推動綠色經濟及公共防疫工作 避免同樣困境再次出現 而各國最早可於2021年率先獲得十個巴仙的款項 而解嚴微之急 可見復甦基金正正提供了一個資金 給各國重建經濟以及重回正軌 符合各國利益 最後想問有方 覺得你同不同意歐盟是一個共生共存的經濟體 若若同意的話 當各國成員國面對日後公司的時候 不再共同舉態 如何解決某些國家 沒有辦法透過自身能力 從夜景中復甦的問題呢 多謝各位 政方主便所時間為4分10秒 沒有過線盤 無需扣分 接著來請 政方主便余達志同學 你同一日有4分鐘發言時間 請給我請先向我示意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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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 聽不聽到 清晰 清晰 道開開視頻 主席、評判、著述各位,大家好 聽完有分合四分鐘的主編稿之後 不能發現有分合犯了以下兩大錯誤 第一,二篇概全 有分合今日標準都承認要整體復甦 但是有分合一面在說什麼 他和我們在說意大利等等這些債務評級相對較低的國家 但對於歐盟其他成員國,例如一些大國 其實有分合從來都沒有衡量過 所以就到第二,直線邏輯 有分合今日邏輯非常簡單 純粹說多了筆錢,所以協助復甦就好了 但原來復甦基金是要整個今年四月才開始討論 去到七月二十一號 各國的元首才坐下同意計劃的大方向 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就跟我們說 計劃至少需要二十七個歐盟國的同意 增加對歐盟的會費 更加要歐盟委員會展開立法程序 確認不同國家對計劃理解一致 所以想問有分同學,程序這麼複雜 到底要多久才可以做到你口中 去處理到那些很迫切的復甦需要呢? 所以回歸基本步了 其實歐盟是由二十七個實力不同的國家 去組成的政治實體 要衡量復甦基金能否符合當中多國的利益 我方將會按照歐盟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將它分類為大國和小國 而大國是指德國、法國等等的發達經濟體 以及以設建文明著稱的北歐國家 而小國就是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較低的國家 例如西班牙、希臘等等 而我方衡量變提的標準就是在於 疫後復甦基金能否維持歐盟穩定發展 令歐盟趨向統一 而我方反對變提原因有二 首先對於大國意見不負成本效益 含入債務陷阱 大國其實今天在復甦基金付出多收穫很少 先看大國的付出 其實復甦基金之所以能夠籌集超過三千元的資金 是因為歐盟向市場發債 並且要求歐盟成用國每年額外支付會費償還 期限是2058年 由於大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較高 所以歐盟就要求他們每年為復甦基金支付額外的費用 而令大國白上加根 相反大國由復甦基金拿到的回報極少 由於國家分到多少錢 最終是按照疫情對於國家的傷害 所以例如失業等等去做計算 所以以荷蘭為首的捷劍四國 其實它分分鐘付出幾百億之後 原來只能拿到幾億的會費預算回購 所以難怪法國政黨國民陣線批評 原來法國政府犧牲國內人民的利益 而去到接下來 其實更加重要的是 原來這樣會令到歐盟的大國 內入一些債務的陷阱 所以過往歐盟也曾經貸款於不同的小國 例如歐債危機爆發的時候 歐盟就分別批出了三輪的紓困計劃 幫助歐豬五國 雖然資助的方式略有不同 但歐盟等國用了八年時間都未還 令到歐盟一眾發達國家 早就有被賴賬的風險 不難發現今天希臘西班牙等負債比率 原來已經超過了百分之二十的時候 想問有方同學 其實你是不是有一個當大國是提款機 然後覺得歐盟的存在就是犧牲大家的利益 所以接下來就去到第二個論點 就是對於小國而言速度發展方向 惡化外交關係 表面上小國好像剛才說 在復甦基金拿到很多 但其實背後付出了嚴重的代價 例如歐盟理事會將會限制復甦基金的用途 例如必須用在經濟和民主化的改革 而什麼叫良好的經濟改革呢 就說民主是否適合二十七個歐盟的國家 其實當中的分歧非常之大 所以以歐盟議會很擔心的法治改革為例 德國、芬蘭等會覺得法治重點在於 以法律限制政府的權力 但對於一班極權的國家 例如波蘭、匈牙利來講 其實法治是政府在控制社會的工具 所以難怪世界正義工程組織 也在2019年發表的法治指數指出 德國、瑞典等國家 都在法治水平處於世界前列 而其他的小國呢 在後的位置 不好意思 主席 這裡完全凸了 聽不到 我這邊都凸了 我停止了麥克風 來換取資金 今天講這麼多小國的時候 其實他有沒有看過背後這些小國 有沒有拿到這些所謂的限制呢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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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都符合有利益 多謝各位 其實最後的10至20秒 其實就不太聽到你 完全厲害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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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問一問政方同學 會不會想他們重新說回那些時間呢 其實我們這邊就去到point2 說了頭一兩句之後就不太聽到 那或者會不會給他一些時間呢 可能會不會給他一些時間呢 可能會給他一些時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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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這邊都疾了 有沒有印象呢 有沒有印象呢 聽到Homa 你要做法治的改革 是 反方主變 或者是由那裡開始 好嗎 那我就 給他30秒時間 好嗎 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 其實都疾了 很疾了 暫時都ok 現在就聽不到了 聽不聽到 好嗎 暫時都ok 你試試說多些 現在就聽不到了 不好意思啊 那可能 可能 拿完了 聽不到了 會不會有第二個裝置 或者是教授 因為開頭的三分鐘 三分鐘幾分鐘是很好的 是 現在聽不聽到 現在ok了 現在ok了 是 那我會有多少時間 去講 剛才就說去到什麼法治改革 是法治改革那裡 大概我給你多30秒 我給你30秒 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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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照兩釘的時候 會兩釘的 好啊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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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難怪 世界正義工程 在2019年發表的法治指數 也指出 德國瑞典等國家的法治水平 處於世界的前列 而其他歐盟小國 普遍排名較後 正正因為是這樣 這樣荷蘭在上個月的復甦基金 的會議上面 建議增設緊急殺停的機制 如果發現個別的國家 不願意進行改革的話 將會停止在復甦基金那裡 撥錢 撥款給那個國家 難怪 匈拿尼總理奧爾班就反對 以國內民主法來換取資金 所以其實 當尤文學 這麼想幫這些國家的時候 又是否真的幫到呢 最後想問尤文學 為什麼你覺得那些小國 都合乎利益呢 多謝各位 是 雖然最後那些小國 就錯過了一點點 但我想是否都OK 大概都聽到 如果是的話 或者我們就 那些主席大帝 可不可以多問一條NQ 因為 我都 是主要提到NQ 那或者再問多一次 是 是 主便同學 問多一次 這條NQ 是 他 聽聽 或者會不會 會不會有他的同伴 可以幫他問回NQ 或者泛方主便 你聽不聽到 好 不如我幫他問NQ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我問 我問問NQ 最後想問 我現在是否可以問的 是 可以可以 好 最後想問有方堂 既然這些小國 在運用這些 所在復甦基金收回來的錢時候 遇到這麼多掣肘 想問 這種 雖然他得到很多錢 但是不可以憑他意願 來使用錢的情況下 為什麼你認為都有效應對到他 因為疫情而受到的影響呢 多謝各位 我想大概就這麼意思 OK 正反雙方同學都可以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 我們就請 正方的第一副面 請問陳真河新教練 發言好嗎 準備好都是向我示意 準備好 好 可以開始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本堂開篇問我方 還有一條問題就是 為何小國受到制肘 都等於是 為他的利益 我方想問有本堂幾個問題 就是 到底在你的立場當中 歐盟裏面不同的成員國 究竟他未來的發展方向 要和歐盟的整體發展方向 是一致還是不一致 才是符合歐洲多個利益 其實說到底 今天有本堂開篇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你和我方說 你承認的 歐洲是一個整體 歐盟是一個整體 甚至你是指控我方 就說是太過異偏概全 等一下 我方開篇說得很清楚 今天我方不是就是看 小國如何能夠在這個復甦基因之中獲得好處 但是我告訴我 正正歐盟整體在一個共生共存的關係的時候 透過小國復甦之後 正正大國的得益是最大的 當於單一市場多中 我們依賴內需的單一市場的時候 如果你在歐洲的國家 特別是那些不能夠透過自身能力 自身力量來復甦的小國 經濟發展得不好的時候 整個歐洲都會倒閉 這才是我們所說的 為何窮國能夠帶動富國 而富國正正也都幫助窮國的一個良性循環的時候 明白有本堂你所說的 所以說到底 其實今天有本堂 你最理解不到的地方是哪個地方 就是你覺得大國在帳面上給了很多錢出來 但第一點你已經錯了 今天我們說大國包括法國 但今天正正我們看到法國原來在復甦基金當中 拿了是超過500億的歐元的一個援助金的時候 所以有本堂你說大國拿不到錢 為何法國又拿這麼多呢 我方不理解 其實說到底今天有本堂理思水 所以不理解復甦基金的方案就是在於 今天的方案不是看你是大國還是小國 你決定給你多少錢 而是在於今天看看究竟你這個國家在疫情發展下 到底對於你的人均生產總值的損失有多少 你決定給你的金額有多少 所以其實如果按照這樣的方案來的計算方法來講 今天我們正正就是看到那個國家受疫情影響得多的時候 他拿到的援助就更多 而不是以大小國來區分的時候 你所謂不公平了 大國只是只支出沒有收益 這個說法是怎樣來的呢 更重要就是從公表上來看之後 我們更加看到原來 剛剛都說了有一個糧食的循環力去做得多的時候 為何大國叫做無得益呢 所以說到第一 今天有可能其實你不是擔心拿不錢 就是對於大小國沒有利益 你真的擔心那些錢何時才能夠拿得到 你擔心究竟败賣的問題 等一下我方開篇很清楚 原來正正2021年就已經有一個緊急的撥款 能夠給所有的國家都能夠拿10%的預算 能夠去處理這個業為之急的時候 所以有可能你告訴我 現在要拖很久才做到這個說法是哪來的呢 所以有可能第二個觀點就是和我方說 不是喔 因為你會限制小國發展 但是有可能歐盟作為一個整體的時候 其實他們一向有很多發制或者發展的方向都是一致 這樣才能夠做到一個共生共存 共同發展的基礎的時候 所以有可能如果你告訴我 小國要求歐盟的發展方向 就等於是不符合小國的利益的時候 你的眼中這班小國 這班凶牙利等等發制不同的地方 是不是要脫歐才是最符合他們自己發展的利益呢 所以在你的世界當中 究竟大國小國是歐盟還是怎樣呢 就是最好的願景 大分你呢 在一副的時候 在一副的時候 清楚和脫歐盟交代 多謝各位 entender 正方一副所有時間 為3分07秒 沒有過時 沒有需要扣分 接著來請請反方第一副 辨認李亭軒教練 你跟他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個請先讓我示意 聽不聽到 聽到 聽到 ok 可以 好 可以開始 是可以 好 最後各位大家好 有方問我這些小國是否要脫歐才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現在歐盟作為一個共同體 能否對應未來的危機 仍然是一個未知之數 所以有方同學不想問我其他反方案 根本上不是辯提討論範圍之內 所以有方同學犯了兩大錯誤 第一就是跟大家說可以提振內需 但提振誰的內需呢 其實講來講來都是提振小國的內需 為何會有這個誤會呢 有方同學說不是因為法國都拿了五百億 但有方同學可能不知道什麼叫正負出 是因為法國和德國這些大國 之前已經比得多過五百億 所以他就是比得多多然後最後拿得少少 這個就是成為了正負出最高的國家 所以面對著法國和德國有什麼問題呢 他說不是的都有良性循環的 可能小國復甦之後可以幫到他們 不如看看數字 德國和法國講的最大的貿易夥伴 頭十大通通都沒有你所說的所謂的小國 所以那些小國的貿易夥伴可能說 每年只有少過一個巴仙 所以想知道你的良性循環有幾循環 看有方同學怎樣幫大家重回正軌 他說在復蘇計劃裡面 原來都會留一些錢做綠色經濟 但是現在你說到這個問題這麼嚴重 這麼多人失業 為什麼我還要去應付這個綠色經濟呢 對抗氣候變遷 是不是搞幾個太陽能 就有多些的就業機會呢 有方同學一個數字都沒有 所以這筆錢是不是用得其所呢 都是未知之數 反正有方正方要做回你的論證責任 所以證管清完 有方同學問得好 就是到底歐盟是否要有步伐一致 作為一個共同體 那當然了 歐盟成立的概念就是要有一致的步伐 但是它一不一致不是重點 是一致 可以應對到未來的危機 才是今天變題的重點 所以說的是 小國拿了這筆錢之後 不是無償的 是說的是要接受歐盟所有的一切的改革 才可以拿到那筆錢 因為有方同學說得好 2021年只有緊急資金 之後要拿到那些錢 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要做經濟改革 要做些什麼改革呢 有方同學一句都不敢看 因為知道經濟改革 就等於是要行緊縮開支政策 看回過往 希臘的歐債危機 正正就是歐盟要求它嚴苛的緊縮政策 政府想投資 不讓它投資 又要收重稅 搞到國內的人民沒有了有因做事 因為一個月 又說八成的人工都要拿去還債 所以諾貝爾經濟學長 有十八個經濟學者和大家說什麼呢 歐盟逼人做改革 只會令到長遠沒有辦法 去釋放它的增長潛力 適得其反 所以想問有方同學的是 你要提振小國的內需 是不是真的可以說到 多了筆錢這麼直線邏輯 就可以解決到呢 所以最後 請有方同學解釋 波蘭、空難易這些國家 要改革民主要多久呢 是不是可以馬上拿到這筆錢呢 多謝各位 兩方一副所時間為三分十一秒 沒有過時無需要扣分 接著是請正方第二副面 歐雪瑩教練 你同意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個請先看我示意 是否清楚 是可以 好 好 其實評判有方同學做個位 大家好 來到正方言慧慧 不妨看看 今天整場比賽的走勢是怎樣 第一 我們可以首先看看 我方所說的論點 有方同學有沒有成功回應過 第一 我跟有方同學說過 可以共同舉債籌集資金 去幫歐盟共同走出這個困境 有方同學又可以看到 從來有沒有反對過 第二 我們說了疫情復甦重建 未來是今天靠這個歐盟復甦 才能夠做到的事情 可以提供到錢 給它重回正軌 有方同學又是開明了一個 其實沒有反對過 沒有反對過 今天這個復甦基金做了之後 能夠給到錢 歐盟去做這個疫後復甦 然後有方同學知道 回應不到我們主線了 他嘗試去質疑很多方案 細節上的問題 我們不妨逐一跟有方同學 看看有方同學所質疑 所擔心的 是否真的成立 第一 有方同學和我方說 很擔心 大國其實是不會付成本效 因為他付出的錢很多 收到的很少 第一 我方就算上次之後 有方同學看 有方同學看 是否真的付出和收不成正比 都好 我會正正回答你 原來有方同學所說的 給了錢小國 大國不會收到這個說法 第一就是錯了 因為今天大國 法國要了五百億 有方同學 我想問你所說的 大國收不到錢 沒有任何的資助 給他 這個說法 如何成立 第二 如果有方同學質疑 是今天制度上面 今天他所說的一些淨資出現 或者付出和收到的 只不成正比的時候 就是一個問題的時候 如果有方同學 其實你今天不是單止反對 要走這個復數基金 你今天是在撼動整個歐盟的制度 如果有方同學 我自己都承認 今天歐盟是一個整體的時候 有方同學 歐盟做一個整體 正正大家謀求的 不是個體 每一個成員的個體福祉 是歐盟整體 當中 原來一開始會費也好 其他正在做的政策也好 原來一樣存在 有方同學所說的 單純帳面所看 不對等的情況 有方同學 我想問 今天歐盟這個制度 本身由起點 已經錯誤 是嘗試在撼動 全歐盟的體制 有方同學凡請解釋清楚 第二 有方同學很擔心 這個慢的問題 有方同學說 今天這個新冠肺炎疫情 來得很急 他很急 需要一些錢去幫他 有方同學正一回答你 有方同學 原來今天 這個有10%先導基金 原來已經會在 下年給到他的時候 有方同學所說的 慢的問題 究竟又如何成立 有方同學 凡請解釋清楚 有方同學很擔心 這個錢用不用得其所的問題 有方同學正正回答你 原來每一年 去到批這個副本的時候 需要上交一個計劃給歐盟 去看看是否用得其所的時候 有方同學我想問你的擔心 又從何而來呢 有方同學 凡請一會兒解釋清楚 再寫 有方同學很搞笑的 同學方說 今天做經濟改日的時候 等於他要行緊縮政策 同學方說這個歐盟的時候 都會行緊縮 有方同學當時他面對 他面對疫情所說的 在擴張性政策的時候 有方同學所說的 廢主究竟在哪裏呢 各位 平方二副所用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過時無需要扣分 接著有請反方第二副面 黃博謙同學 同學 同樣是有3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成事 沒問題可以開始的 好 這隻評判 總之各位大家好 來到二副的位置 二副說我沒有回應過 有方同學的論點 好讓我逐點回應 第一 有方同學就說 用歐盟整體這個聯盟的概念 向別人借錢 就一定借到 相反用小國就借不到 因為信貸評級低 但有方同學似乎不太理解 信貸評級概念是什麼 信貸評級低等於什麼 還錢能力低 今天別人借錢給歐盟 不是免費午餐來的 到最後歐盟 都是要還錢給別人 等同於小國要還錢給大國 有方同學自己都知道 小國還錢能力低 那小國又怎樣還錢給大國 有方同學從來都沒有論證過 所以說到尾 到底是一起舉債 還是大國接近了 或許有方同學 可以跟那方互聯一下 所以有第二個論點 有方同學就說 可以重現未來 你們數到的願景很漂亮 又說有什麼報告 要提交報告給大國 就是復甦經濟 還有一些綠色經濟 去幫助小國復甦經濟 但我們魔鬼在細節 先看清楚 到底你們眼中所謂的復甦經濟 是做什麼呢 原來三成的錢 是要拿出來 對抗這個全球軟化問題 想問一方台 全球軟化問題 對抗這個全球軟化問題 開發太陽能 如何能夠幫助小國復甦經濟呢 更多的就是原來看到什麼 大國呢 是要逼迫小國 跟隨他們的步伐去行 若然不行的話 就會不給錢小國 由大國自己去還錢 這是不是在你眼中最好的東西呢 難怪拉脫維亞和斯羅文尼亞這些國家 都反對要以自己國家的民主化 來換取資金 而波蘭的發展部長 都反對歐盟 要逼小國行緊縮政策 來還錢給大國 所以到最終 大國為了逼小國還錢 跟到他的步伐 要限定他們發展的想像 而大國自己 要面臨著這麼大舉債的時候 這是不是對歐盟最好的選擇呢 所以說到沒有了 今天溫達看的是什麼 就是你們好像做了一句團結 有一句共同體 就忽署了歐盟 其實只是一個經濟聯盟 而不是一個國的概念 溫達似乎把歐盟 都是一個國家這樣去看 我們看到原來大國揹著 這麼多債務 而小國未來又發展不了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對歐盟來講 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呢 所以說到沒有了 一副問你 希臘經濟危機 從來都沒有回應過的 因為你自己都知道 由大國迫發小國 行大過經濟步伐 是不能夠幫助到小國組 所以到最終 根本歐盟這個借錢的方案 不能夠幫助到他們 在未來更加好 反而只是一個共同攬炒的概念 想問阿芳台 為什麼要攬炒呢 謝謝各位 初詞主題 販方意付首頌事件 recon 三十五秒 沒有過時沒有需要扣分 沒有過時沒有需要扣分 兩次問和兩次答 時間為一分鐘 在一分鐘完結前的15秒會有一丁提示 同樣畫面都會有一丁提示 提醒雙方教練最多只可以問一次和答一次 否則第二題會是零分的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有請是正方同學派出代表作出質詢 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開箱 聽到嗎? 聽到可以開始了 評判聚力各位大家好 其實講到後場很簡單 今天整條主線就是在撼動整個歐迷機制 他第一個論點跟我說 就是因為你大國 正支出賬面上好像多過小國 所以就不合格大國的利益 第二論點頭發覺 就是當你幫小國的時候 你希望小國能夠跟隨到歐盟發展的步伐 大家面向一致幫他 這樣也錯 你都是無顧求小國的利益 所以問題很簡單 原來沒有復甦基金也好 或者一般歐盟的政策 在歐盟承抹本身的目的 都是希望第一 就是透過大國的力量去交多些的會費 但是透過不同的會員工的話 幫到小國發展之後 整個歐洲的經濟做得好 做到一個單一市場 整個歐洲好的時候 每一個國家都好 這個是歐洲發展目標 第二 就是歐洲是希望 在同一個方向的發展 希望法制上 或者在經濟發展目標上都一致走 所以有方是利益的方向 整個歐洲的存在 都是不符合這些國家利益的利益 歐才是進入利益的做法 就是在這個項目標上 皇方會有1分鐘 時間次先準備 多謝 真實 analyse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金波欲率视为直线逻辑 所以我们逐个看 对应着大国 我方已经跟你说了 大国、德国和法国 正支出是多于他拿的 所以他给钱多于收钱 这个很简单大家都明白 但问题在于 所以他对应着这些小国的贸易伙伴 全年佔他的贸易总压是多少呢 有方同学不敢说数字 因为是说少于1% 所以你的良性循环 去到后场都不是怎么说的 所以对应小国可以怎么行一致步伐 令到他重回正贵呢 原来是大搞民族气候 所以最后就是 所以最后就是逼他们走紧缩开支政策 怎样可以对应未来提振经济呢 不如有方同学花点时间 去和大家解释相关的细节 更好过你只是高举口号 一致就一定是好 好 多谢各位 好 有请反方派出代表质讯 同应有1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的效果示意 是 听到 我们开始 大家好 有方说不同国家都有否决权 所以可以因应自己的情况去调整方案 但问题是小国按自己 你以向制定资金用途 大国都有否决权的嘛 怎样确保他一定会同意通过你的方案呢 所以最后要拿到线 只能跟随大国的标准 但不同国家的发展步伐都不同的嘛 有钱的国家现在可能在搞环保科技 但小国依然是靠工业发展 当步伐不同的时候 市民有方可 到底是因应自己国家的情况作调整 还是不理会经济体系的不同 只要划一发展才是最好呢 多谢各位 请� 请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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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上一条台下 直接露出自己最底线的立场 我问你 原来每个国家都不同 怎样做呢? 我跟他说 度身定做方案 前场一句共生共存 共同进退 齐上齐落 现在跟我说 度身定做 那怎么整个欧盟是这样的呢? 接下来 有请反方作第二次的发问 你同一个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方作第二次的发问 反方作第二次的发问 喂 视米 视米 是 听到 OK 可以开始 再做一个答案 针对大国的利益 有方说到没 只是说得出法国拿了五百亿 但我方在说 给钱多过收钱的北欧国家 和德国有方都没回应过 有方之后就说 刺激大国内需 一副跟你说了 德国和法国十大最大贸易伙伴 根本没有一个是小国 再看瑞典和丹麥 都是同样的情况 因此 有方最未得回一个回应 就说我们在堪毒整个欧盟的制度 我方就想知道 如果欧盟复苏基金 刺激大国欧盟内需都做不到 加上大国一直都是付出多于收获 付出越多收获越少 就等于符合利益 多谢各位 请问我 下完一分钟时间做准备 现场会顺利益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今天游浪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不是 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和我说大国收的钱有多少 我没有说德国 我告诉你 德国是471亿 所以今天游浪你和我说 是不是支出的钱多于收的钱 就等于不放利益 如果我按照你这个说法 欧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存在 甚至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都是这样存在 因为在一个组织当中 必然就会有大国和小国存在 而必然会费大国会给得更多 援助小国会拿得更多 但问题是我们不能这么简单 单纯地透过账面 因为账面上显示出来 是因为政支出比较多 所以等于不放大国的利益 我们更加要看是单一市场 到底怎么能帮他们 所以今天游浪 就说究竟意来的原因是 你认为你不需要论证 但正正揭示了你自己主线 最大的盲点就是在于 你只看账面的数据 而不看后面单一市场 为大国大国主角 所以麻烦你后场直接问 欧民存在正在 可以停止退言 主席啊 是不是说了sorry 那我认识这个呢 我们还是交给评语决定 评判决定 如果评判是觉得刚才 政方队伍在台下发文 有說到sorry這個外語的話 就可以儘量在自己的評分裡面 扣除1至5分 現在進入是傑言兩分鐘的準備時間 期待什麼 嗯 是 讓你直接拍來了 謝謝 我們再次 celebrate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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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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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